上世纪六十年代初 中国乒乓球国家队活跃着各种打法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绝活 其中徐银生是球路刁钻 张谢霖打球韧劲十足 李富荣以勇猛著称 而庄泽洞的诀窍则是快 使劲快打 见球就打 主动进攻 不防守不推打 庄泽洞独创了中进台两面攻打法 即使经过了半个多世纪 到后来的刘国梁 王立琴 瓦尔德内尔等听含林家 98%的运动员也依然在沿路 所以庄泽洞当时的这套理论 应该说对中国乒乓球是有启发的 包括一直到现在 我们在强调快速多变 凶狠的乒乓球新时代 庄泽洞理论依然没有过时 也正是靠着他自己这种悟性 加上刻苦练习 庄泽洞才获得了如此多的好胜利 那么回到我们刚才第一个问题 他的三连贯到底是不是让人 我们得先再把历史背景 跟大家介绍一下 1961年是中国第一次举办 国际型的世界赛事 第26届世界平衡球紧妙赛 在北京举行 1961年 第26届世界平衡球赛 专门见的 因为在此之前1959年 在德国多特蒙德荣物团 获得了新中国成立以来 第一个世界国 是中国团这个世界冠军 极大的振奋了国人士气 因为我们当时在世界上 可以说跟那些发达国家比 落后的比较多 那么我们如果能有一点上 能够突破出来 达到世界领先 就会对国民建设社会主义 产生巨大的心理影响 可以说庄子栋 李福荣 徐云生 他们这代人身上 肩负着非常重的历史使命 而这种使命 早已经超越了乒乓球的概念 所以1961年 在这个背景之下 召开了第26届视频赛 当时男子团体 我们获得了冠军 主力就是庄子栋 徐云生 当时还有荣卧团上场 那么到了男子单打的时候 一路事无破竹 庄栋栋和李福荣 在两方线就打出来了 当时有一种人认为 就他俩会师之后 有些人认为 就说应该是他们公平的党 谁赢谁输无所谓 还有的人觉得 说庄子栋这个潜力更大 而且好像他外战成绩 两面攻更好 假如他要是赢了 就有可能连续地获得冠军 因为当时国际平联规定 如果你连续三次 获得了世平赛南当冠军 你就可以把那个杯子 永久地拿回去 你收藏 当时有人觉得说 庄栋栋潜力更大 应该让他赢 像我们现在 比方说两个 中国队的成员 进入决赛 你打吧 谁输谁赢 反正你们自己 反正都中国人的 可当年不是 即使这样 也都有一些 各种各样利益的考量 现在乒乓球界的一些 元老界人物 回忆当年 也都不分地认同 确实是李富荣让球了 你们的友好 请不吝点赞